大家好 早上好 今天是我第一次早上录制这个视频 平时都是下午下班的时候录制 今天来办公室来的特别的早 还不到八点 差不多七点四十 就到 因为这个学校在上网课 所以呢我呢也起的早 跟家人一样起的早 今天就跑到公司来了 那么今天呢我想聊一个不同的话题 这个不同话题和创业有关 为什么我要想聊这个创业呢 因为是两个礼拜前我在田纳西州 在田纳西州和这个田纳西威斯里大学的校长会晤的时候 他邀请我去他们大学的商学院 来给学生们讲解 一个是国际商业 还有一个就是创业 这两个话题 所以我最近几天一直在考虑 考虑这个 这个机会 所以呢 我就顺带的啊 录制这个节目 来聊一聊创业啊 特别是 非常的困难 但并不是说 没有钱就不能创业 正是因为没有钱 所以才需要创业 那么创业呢 是要看你做什么 对吧 有的可能的确是需要很多资本 有的呢 也不见得需要非常多的钱 我想大家都知道 过去在有很多成功的创业者 他们出创的时候 也都是非常的 这个紧张的啊 都是 这个钱袋里是没有多少钱 然后 东拼西凑的 管亲戚啊 朋友借钱 这是在国内 创业的这个朋友们 普遍经历过的事情 就像当初马云创业也是 要朋友同学来考虑他的机会 那么我们在美国也一样啊 不是说所有的创业者都能够找到 这个什么风险投资啊 或者找到基金公司来投资 很多美国的创业者 其实绝大多数的美国创业者 他都是自己 用自己过去的存款 或者是也找一些 亲人拼凑啊 当然都是借来的啊 这个钱人家肯定是要还的啊 那么当然了 非常高端的一些年轻创业者 他比如说涉及到高科技 他很有可能去找风险投资啊 所谓的创业者 实际上是来自于各行各业啊 而且呢 每个人的背景不同 每个人的这个经济能力不同啊 但是并没有阻碍美国这些创业者 创造成功的这个商业 啊 其实当我们谈到创业的时候 不见得一定就是说 哇 我一定要搞得很大很大 我今后要上市啊 我今后要怎么样 我今后要揭秘 是不是 揭秘这个揭秘那个啊 其实我觉得 我个人觉得创业就是 脚踏实地的 一步一步的啊 从最 从最底端啊 从最低端开始 是吧 就打一个比方 对不对 我目前和合伙人创业的这个表业公司 实际上我们并没有任何做表的经验啊 因为过去十年来都是做移民 大家都知道 我是做最早是做移民和这个跨境投资咨询出身的啊 所以对这个表并不是在行 而且过去呢 其实几十年也不代表啊 只是偶然的机会 我父亲把他的表送给我 然后我才对手表 对瑞士的机械表 产生了兴趣 因为这个兴趣 带动了我这个求知的欲望啊 因为打开这个瑞士表的这个这个后盖以后啊 发现这个机心真的是很奇妙啊 过去从来没有想过啊 就觉得瑞士造表全世界知名 对吧全世界有名 他们在几百年前就开始造表 当时我就在想 我就在在想啊 他们那个年代哪有那么精密的机械呢 精密的机器呢 他们能造出这么小的零件 把他们拼到一块的确 而且还这么精准 的确是件不容易的事 所以呢 在在过去的两年当中 我就是买表 这一出差旅行的时候 都是在机场买不同的表 买了很多 包括瑞士的 日本的 中国的 德国的 我都在买 买了以后呢 发现这个我们这个城市本身 在186几年的时候 就有一家美国最大的制表企业之一 叫伊利诺伊制表公司 一直到1930年 直到汉密尔顿把他兼并了 这个就 这个 这个故事呢 这段历史呢 真的就是激励了我 然后我和这个 我的老美和好人一聊 因为我太喜欢表 我们就说 哎 创业吧 但是创业呢 并不这么容易 是吧 因为毕竟我们对整个产业链是不了解的 所以就花了差不多我花了一年的时间 来了解和学习 然后最终 实地考察参观 和很多的朋友进行沟通交流 才 决定了迈出第一步 因为迈出第一步的时候实际上就是要花钱了 是不是 那么在考察呀 在 这个这个实地去参观那些工厂啊等等 我都没有把它核算到成本里 这就是算我这个咨询公司的一个 一个花销而已了 并没有把它当成是真正的我那手表公司的创业 这个开支没有 没有算 没有算在这个成本里面 那么到最后呢 我们决定走出这第一步的时候 然后实际上也就是说我们要建立这个手表公司的时候 这个时候就要开始花钱了 我们第一步第一笔资金花的就是在律师的费用上 因为在美国呢 很多创业者 或者是企业家等等 他都不会忽视律师和专业服务的作用 对吧我们第一件事就是在美国 在美国的商标局来注册这个商标 因为我们自己也不懂 所以只能请专业人士 请律师 所以在美国请律师这个花费还是不便宜 不过呢我们这地方还算好 因为我们毕竟是小城市 所以律师的费用还算是比较合理啊 一个小时四百美金算是比较合理啊 反正你就先交一笔钱给他 他该怎么干怎么干 你基本上不用掺和对吧 然后他说OK我已经工作了几个小时了 你说这个付账单就行了对吧 他说账单不断的来 哇几千几千就来对吧 当然知道他把我们的这个商标注册好 那么其实在这个这方面可能国内的开支会小一点啊 因为我知道国内有很多的这个商标代理机构啊 他们的收费相对来讲要便宜的很多了啊 所以呢啊对于任何创业企业来讲啊 资金的确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部分 幸好我们还是自己愿意拿出一部分的这个储蓄啊 都是过去的钱啊过去存的钱啊过去的储蓄啊 我们也并没有到外面去借钱 或者是到外面去这个这个啊银行去贷款 也没有去找什么啊什么投资公司啊投资基金啊 没有完全是靠自己 那么其实对于任何一个创业企业 他要生存的一个关键条件就是市场啊 这个市场在哪儿是吧 你能不能把你的产品销售出去 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 因为你的产品如果销售不出去的话啊 你这个创业是非常艰难的啊 是非常艰难的啊 因为你没有现金流 你没有现金流 你怎么维持是吧 那么对于创新企业或者是创业企业来讲啊 因为他的资金是比较紧张的 是吧 特别是在没有外人投资的情形下 那么你就必须要一分钱当两分钱来花 也就是说一分钱要掰成两半 那么对于我们来讲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啊 比如说我们这个表出来了 现在我们要做广告对吧 我们做广告 然后我们就是比如说打电话去到我们当地的一些商业杂志啊 或者是商业报刊啊 比如说哎 我们登这么一篇广告啊多少钱 是吧 然后我们联系了本地的几家商业杂志 商业月刊啊 应该是月刊 那么读的人其实也是不少的啊 因为我们的手表呢 这个受众啊 这个客户群啊 主要是小企业主和白领啊 我们我们这个价位呢 是中等的价位 也就是三四百美金啊 三四百美金 对于普通的美国人来讲 他不会去花这笔钱去买买块表 他宁愿去沃尔玛呀 去这个target呀 买一个几十块钱的表 或者是买一个 顶多买个一百五十美金的表 就差不多了 你叫他花三四百美金 或者是七八百 那这都是极少数真正的喜欢表的人 才愿意花这个钱 普通美国老百姓他是不会花这个钱的 你叫他去买什么劳力士是更不可能的了 劳力士那么上万是吧 美国人还留着那钱给孩子交学费 所以我们一打这个电话呢 哎 说啊欢迎欢迎啊 我们这个广告比如说你要 因为你不可能登整片的广告 整片的广告是登不起的 他说比如说登个啊 几寸的啊 三寸 成五寸 建方的这么一个小广告 每个月一千五百美金或者两千美金啊 对于我们来讲这已经算是不便宜了 是吧 那么有的贵的啊 三四千美金啊都有 所以呢 那我们说哎 这三四千美金 如果我们用这笔钱留下来的话 能干更多的事情 对不对 我们在社交媒体上登广告 要省钱的多了 而且呢 你在社交媒体上登广告 大家直接一点击 就联系到你的网站上去了 对吧 他要是喜欢的话 他就买了 如果你在平面的这种广告上去登的话 他妈的看完了以后 杂志就顺手就扔了 是吧 除非那个人特别喜欢想了解你这个品牌 或者了解你这个公司究竟做些什么东西 他才会上网 他并不是像社交媒体一样 是吧 直接点击链接就进到你的网里面去了 他都不用浪费他的时间 所以呢 后来我们就决定啊 我们不想使用这个平面媒体 当初我们也还考虑到 就在我们这个机场 我们这附近 我们离机场的 这个首府的机场啊 因为我们这是首府城市嘛 那个机场实际上每年 也差不多好几十万人经过那儿 我们还当时考虑说 在机场立个广告牌子啊 大家绝对能看得着 但是呢 一询问 是吧 机场也都是政府运营的嘛 但是他们是不是 他们把这个广告栏啊 全部给外包给那些广告公司了 你一问一个月都是四五千美金 这还算便宜的 后来想算了算了 有这个钱 那我们自己想花在这个社交媒体上 那随时我们把握的 对吧 你都可以控制今天都花 明天少花 你就随时可以在网上控制 是不是 所以呢 所以呢 我们就决定啊 完全是利用 网络的社交媒体 来做这个广告 还有就是通过这个亲朋好友啊 因为我们这有很多的美国朋友 由他们来帮我们 转发我们所发的一切 比如说我们对吧 发一些照片什么的 哎 我们这些朋友呢 他都会帮着我们转发 这在美国呢 就是说你花钱少啊 真正实实在在的 让人成为你的粉丝 在美国我们称为 叫做organic growth 有机的成长啊 应该是这么翻译的吧 我想啊 是有机还是无机 反正就是说 我们不是花大笔钞票 买来的这些粉丝 而是一个一个 脚踏实地的来吸引这些人 对我们的产品感兴趣 那么 对于像手表这种消费品来讲呢 你必须要有模特嘛 是不是 你要多拍一些模特照 不可能总是我们自己 给自己拍照 这个呢 对于我们这种 小众品牌的外表来讲 美国其实有很多种 近百种这个品牌 在全球据说有好几百个 这种小众品牌 那么这种小众品牌呢 这种外表呢 大家平时都很少能够见得到 是吧 因为这个各种各样的商店 它是不会经销的 因为我们的量是很小的 对不对 比如说每 我每出一款的话 也就是几百个手表 所以这种大型的商店 它不会经营你的 因为它怕你供用不了 那么怎么吸引别人的眼球 那么对于我们来讲 我们就说我们要请模特 对吧 但是大家也都知道 所谓的模特 从在中国来讲 那模特呢都是 你得请大家钱 特别是知名的模特 你都是要请大家钱来 请的对不对 要花大价钱来请 那我们是不可能 花这个大价钱来请 那么我们的想法 有什么呢 我们 因为我们这个品牌 是本地品牌啊 是当地的品牌 是和林肯仅仅挂在一起的 是和我们这边 一条河流挂在一块的 所以 我们就必须 要在当地打出这个品牌 这个知名度才行 要不然连当地人都不知道 你怎么能期待外地的人 能够知道你的品牌呢 所以我们的策略呢 就是说OK 我们请当地的人 当地真正的老百姓 当我们的模特 那真正老百姓当模特 那你想 你就不用花什么钱了 因为很多熟人 或者是熟人推荐的朋友 他们也不指望 他们就是觉得好玩 觉得好玩 第一觉得好玩 第二 他们乐意帮助你 所以呢 我们就走的是这条路 是真人 不是专业的模特 因为大家都想看到 和我们身边一样的人 他上了我们的模特照 究竟是什么样的 所以这一点是非常好玩的 而且是非常省钱的 我们呢 给他们比如说 一些美国人都喜欢 什么T恤衫啊 棒球帽啊 这一类的东西 那么大多数群像 我们都给他这种东西 这种东西 其实不贵嘛 很便宜 而且这老美 他也不指望什么 他很高兴 对吧 我们顶多给他一块手表 是不是 好 那么我今天呢 就跟大家先聊到这 关于这个创业呢 我会做一个系列的节目 然后下一次跟大家再见 欢迎你订阅 表书看世界 咱们晚一些时候 我再录制一集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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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